《言宏願者如大經說》 這一段也是解釋阿彌陀佛第十八願的 善導大師是用宏願來解釋 據說 阿彌陀佛第十八願念佛往生願 它是非常的宏廣 為什麼呢? 因為阿彌陀佛是能夠度一切的眾生 而且是一切凡夫眾生 而且還是一切善惡凡夫眾生 各位要知道 其他法文是要度阿羅漢菩薩的 不是阿羅漢 菩薩的根基根本不可能得度 但是 阿彌陀佛是可以度一切凡夫 凡夫就不是聖人了 而且還是一切善惡凡夫 其他法文就算有度凡夫也好 但是只度這個善善道的而已 如果今天造業太多 您善惡道的業力根本不可能得度 但是 阿彌陀佛不是 阿彌陀佛是能夠度一切善惡凡夫 最典型就剛才我們舉出 佛講的五逆十二念佛得度的例子 也有說 佛也有說過 十二夜眾生念佛也能得度 也有說 破解的眾生念佛也能得度 但是 最嚴重的還是 五逆十二念佛得度的例子 這並不是說什麼提倡造惡 而是說 在十方眾生裡面 確實就有眾生本來會造惡的 你想想看 我們敢說自己不會造業嗎? 敢說今天自己不會造業的 永遠不會造業的 你舉手看看 佛說造業是貪嗔痴啊 請問你上次生氣是什麼時候? 如果你還會生氣 你心情會不舒服 那你就是貪嗔痴的表現 也有些人還想要賺錢 結婚 生孩子 講親情 友情 講愛情 種種的 那還講什麼除滅貪嗔痴呢? 又如果說 我們心裡還有什麼秘密 有什麼事情都不敢告訴別人呢? 那也是貪嗔痴具足的表現呢? 你沒有貪嗔痴 你早就是阿羅漢了 那你不是阿羅漢的話 你就是貪嗔痴 惡月具足的反復 所以不是說 佛鼓勵眾生造惡 而是眾生本來就是貪嗔痴 會造業的 所以是阿彌陀祂大慈悲心 發大紅誓願來救度我們這些善惡凡夫的 就好像講說 醫生能夠治病 不是說醫生就要害人故意生病 而是人本來就會生病 所以醫生才要發心讀書 研究 醫好眾生 阿彌陀佛就是這樣 這要正確理解到阿彌陀佛的大慈悲心 大紅誓願的 也是很感恩阿彌陀佛 因為如果說阿彌陀佛能夠度一切善惡凡夫的話 那我們這些人可以說 真的就絕望了 那要靠阿彌陀佛的紅願 要怎麼靠呢? 我們繼續看 善惡大師說的 所以簡單來說 就是要念佛 那有些人說 真的只要念佛就行嗎? 是的 真的只要念佛就行 單單專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就行了 我們看善惡大師說的 這個真的就是講專念一句佛號了 善惡大師甚至說其他法門的都很好 但是比起念佛的話 就完全不能夠比較了 所以不只淨土三經 而且在其他經典當中 常常會看到讚嘆念佛的經句 只要念佛 你就是人類當中的好人 尿好人 上善人 最稀有人 最殊勝的人 善惡大師可以說是在所有祖師裡面 他是把念佛讚嘆到極點的一位大祖師 這也不是善惡大師自己編的 因為善惡大師說這是望佛本願 是因為阿彌陀佛的願力提到念佛 所以才說要一向專念南無阿彌陀佛最好 這是一個相應的問題 並不是什麼貶低不貶低的 就像密碼一樣 密碼並沒有分好壞 問題是你要相應 那你有相應 你按對密碼就行了 相同的 各個法門都沒有分好壞 但是要跟阿彌陀佛的願力相應 所以它才會有種種的分別了 今天如果說你在南傳佛教的國家 當然你要符合他們的修行 但是如果說今天你要符合阿彌陀佛的願力 你要依靠阿彌陀佛 當然你要念南無阿彌陀佛是最好的 這是望佛本願來講念佛的 那現代的人講念佛 往往都不知道要看在阿彌陀佛的本願 像有些人說 提倡念佛很好吧 是因為念佛比較簡單念 所以就提倡 其實講簡單 還並不是根本的原因 今天講到提倡念佛 主要是因為符合阿彌陀佛的本願 如果說今天阿彌陀佛的本願是要我們慈奏 那我們今天所有人都要慈奏 那如果說今天阿彌陀佛的本願是要我們誦經 那我們所有人通通都要誦經 那問題是 現在阿彌陀佛的本願是要我們念佛嗎? 阿彌陀佛的第18句說 乃至始念啊 就要念祂的名號南無阿彌陀佛啊 這樣當然我們就是要念佛了 所以簡單不簡單 容易不容易還是其次 當然你也可以說念佛真的很容易 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為念佛是符合阿彌陀佛的本願 所以我們才要念佛的 就像善導大師說的 所以善導大師能夠大力地弘揚念佛 主要是說還有這樣子完整的教理的支持 沒有教理的引導也不可能有善導大師這麼說的 不過也只有善導大師講得最清楚 所以歷史上都公認善導大師是彌陀化身的就是這樣 因為確實 唯有彌陀化身才能夠真正理解阿彌陀佛的本願 所以近代的印光大師甚至是說要把善導大師講的話 要當作像佛所講一樣的尊敬 不是沒有道理的 因為能夠把念佛弘揚到最廣 能夠把念佛的道理講得最清楚 也真的只有善導大師了 當然 這也是前面幾位菩薩祖師傳承下來的結果 再來就是最後一段了 這一整個大段作為這一篇的總結 以上大師勸我們專念佛號的法語 來做總結是最好的 因為不管前面講了多少的教理 最後就是要我們專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就是 善導大師說了 阿彌陀佛的這個極樂世界 它是屬於涅槃殊聖的世界 所以單單靠我們修其它的雜善來回向 是很難往生的 就因為這樣 所以佛才給我們選出重點 就是教我們專念南無阿彌陀佛 念佛才是跟極樂世界最相應的 極樂唯涅盤戒 使言雜善恐能生 故事如來懸耀法 教念彌陀 專不專 也有說 阿彌陀佛的48月當中 唯有念佛才是跟阿彌陀佛最親的 你用其他的法門來回向是有利益 但是都不如專念南無阿彌陀佛最好 也有說 念佛才是最尊最高無上的 也有說 把雜善回向極樂世界的力量很弱 不如念佛 你從星期一到星期一日七天 都專念南無阿彌陀佛就好 講了這麼多 我們不難發現 善老大師他就是苦口婆心 要勸我們專念南無阿彌陀佛就是 弘士多門48篇標念佛最為親 一切善念回生力不如專念彌陀好 萬行俱悔皆得亡 念佛一行最為尊 回生雜善恐利弱 無過一日七日念 所以各位 我們今天紀念網絡念佛 一週年第365天 來學習這些念佛經驅法語就很相應 有些人可能就疑問說 怎麼我們每天晚上網絡念佛共修 是傳點南無阿彌陀佛的 其實這些都是根據佛經 菩薩祖師的傳承法語來的 今天看到 從釋迦牟尼佛講的淨土三經開始 到了後來印度大菩薩龍樹天經繼承 這由後來的中國北傳的 檀卵道說善導大師發揚光大 完成淨土宗的成立 無非都是突出念佛最殊勝 所以可以說這一年其實我們沒有白活 也是最有意義 畢竟走到念南無阿彌陀佛 最高無上功德的法門了 可以說這樣子的人生我們沒有白來一趟 也可以說你學佛沒有白學 畢竟能夠靠阿彌陀佛的願力 往生到最美好的極樂世界 成就無上的正覺 世界人沒有學佛的 他現在是肯定繼續輪迴了 你修其他法門的 今生多數是不能成就的 還要繼續輪迴修三大生起節才行 至於說你下一世 還能不能記得你這一生所學過的東西 還是一個問號來的 是吧 各位 你看我們這一生學佛 也禁不得過去學過什麼了 要重學一遍 那一不小心在哪一世昏頭 墮落就完蛋了 唯有念佛法門 保證這一生 甚至你從念佛這一刻開始 就圓滿成就了 今天如果說在醫院那些臨終的人 才念一生南無阿彌陀佛 他們斷氣 當下就能夠蒙佛接引 當下就能夠得生淨土 所以真的 就從念佛一開始 就圓滿保證得度了 那我們現在每天念佛 只是因為我們壽命還沒有到而已 而且既然說已經歸命阿彌陀佛了 我們自然也會這樣子每天念佛的 就好像你認了爸爸以後 自然你每天都會叫爸爸一樣 少大師說的嘛 望佛本願意在眾生 一向專稱 彌陀佛名 每天就是一向專念 南無阿彌陀佛就代表我們就歸命阿彌陀佛的表現 至於說 每天念多念少是個人的因緣 因為每個人的因緣都不一樣 你不能說一定要每天完成念佛多少時間的 因為人人都不同 像我常說的 有時間的人就多念佛 沒有時間 忙碌的就找時間來念 我每天晚上做網絡念佛共修 也是提供給大家一個緣分 希望我們都能夠一向專念南無阿彌陀佛 就跟阿彌陀佛親近 我們每個星期日 我們也有開示 最近是講解《阿彌陀經》 讓我們更認識阿彌陀佛 其他的節日 不時不時也舉辦特別的節目講話 就像今天一樣 因為一般人通常是要聞法才能夠深信的 佛心常常看到的如是我聞 就通過聞法才能夠理解念佛的好處 進一步專念南無阿彌陀佛 所以如果說還不能專念佛的也不要緊 就多聽課 多念佛 多聽我們的開示 包括今天所講的經句法語 你可以重複的去聽 不過今天講的算是簡單的講解 畢竟很多的法語嘛 都是百話的簡單 解釋帶過而已 你要聽詳細的話 可以多聽過去我們每個星期日所講的 在我們的網站都有分類好 一個系列一個系列的 就從一個系列一系列慢慢聽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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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靠阿彌陀佛願意 將靠阿彌陀佛願例 人人念佛 人人溯生 人人成佛 善導大師 所開創的淨土宗 是中國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 共同的归宿